你知道这些 这些 这些 这些表情包都是出自哪儿的吗 阿泽只要一发视频啊 评论区总是有一些网友不知疲倦的刷着各种各样的搞怪表情包 但总有一些新粉丝是不是会私信阿泽询问这些表情包的出处 所以咱们今天就用一期视频的时间 好好聊聊这些表情包都是出自哪儿 背后又有哪些操蛋的故事吧 咱们首先来看第一张 这张可谓是评论区留言最多的一张图了 只要讲到有关于绝对艺术的内容 评论区总会有网友刷这么一张表情包 其实从这张图的背景就不难看出啊 这次出自抵较奥特曼51集中 当时加坦捷恶来袭 胜利队全员提同跑路 只剩大谷一个人打算对上加坦捷恶 这时剧间会队长走了出来 说出了那句传世名言 后来播出的《银格三》中 阿布索雷特一族的小金剑 在上次小金人的PLA之下 被迫提着剑去砍诺亚 结果自然是不用多说啊 在见着诺亚之前 就被诺亚的小号Nexus暴打了一顿 于是有网友就开始发挥了 将绝对一族三位领导人的头皮到了大谷丽娜和巨剑慧的头上 结合巨剑慧队长的那句话 整张表情包都给人一种十分操担的感觉 第二张图咱们再来看看这个 诺亚和Nexus将枪对着小金剑的头顶并平纹 听说你这段时间一直在找我 这张图的思路呢是延续了银隔三中 小金剑不自量力挑战诺亚的故事 不过这张图的背景却不是奥特曼系列中的任何一个片段 而是出自03年的电视剧《征服》 没错 著名的《华强买瓜》就是出自于这部剧 而图中的这个片段这是出自征服的第七集中 华强主动带着小弟堵住了一只挑适的疯子 接下来的对话就是史世纪的名场面了 听说你这段时间一直在找我 没完呢 看来你是真想跟我拼一下 下一个表情猫 奥特兄弟集体抬头 虽然这个表情猫在平常的生活中应用很广 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出处 咱们从内容开始分析 四个奥特曼集体抬头这个工作 在奥特曼历史上只出现过一次 那是在雷奥特曼的第38集中 由于黑暗宇宙人鲍巴尔先生摧毁了奥特之塔 爆炸的余波波及到了赶来的奥特兄弟 而下一面奥特兄弟集体抬头 意外成就了这么一个滑稽的名场面 下一个表情猫 凤云暴打猪星团 这张表情猫的内容就有点意思了 纵观雷奥全聚 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团在暴打凤云 很少会有这种本末倒置的情况 不过阿泽是谁啊 那局是拳王最大的雷吹 所以这张表情猫的出处肯定是难不倒过的 那就是在雷奥特曼的第38集 在这集中凤云看到了自己的弟弟 被奥特意念折磨之后 宠地情节大爆发 再加上此前对猪星团积怨已久 重重buff的叠加之下 凤云居然冲过去给团暴打了一阵 可以看到啊 凤云是真的下死手了呀 直接给团捶得是半死不活了 而原图生的配文则是恶搞了 猪星团教育凤云的名场面 以以下内容要求全文背诵 结合雷奥剧中猪星团对凤云的地狱训练 再去看这么一张表情包 总给人一种翻身奴奴把歌唱的感觉 第五张表情包 疯狂的杰德 这张表情包在生活中的运用还是非常广大 就比如女朋友要求你去逛街 但你却想和兄弟打游戏时 就可以用这张表情包来表达自己的反抗 关于这张表情包的出出嘛 普通人可能还真就找不出来 但阿泽作为一名资深的博主 这种问题自然是难不住我的 这张图出自杰德奥特曼的第十集中 在这集中桑德里亚斯来到地球 杰德变身与其交战 但这只怪兽好像没有战斗的意思 就在杰德放松紧急之时 桑德里亚斯用一把土 摔到了杰德脸上 随后还放肆地嘲笑杰德 这一幕直接导致杰德心态爆炸 贡献了奥特抓狂的表情包 第六张表情包 并接雷欧菲梯的小孟 这张表情包是出自莫比优斯的第三十集中 在这集中 由于对莫比优斯的实力感到了质疑 红元再次来到地球 与莫比优斯展开了一场真男人对决 在这场战斗中 莫比优斯这个后生仔 居然想要去应接雷欧菲梯 要知道 即便是奥特兄弟之一的艾斯 当年在面对雷欧菲梯的时候 也只是躲开了而已 莫比优斯居然敢应接 甚至是雷欧都懵逼了 万万没想到 这小鼻仔子还真就不躲 像莫比优斯这种人呢 我们一般将其称之为 主一 因此原作者才在表情包上 配了这么一段话 如果你觉得自己很蠢 请记住 有人曾经试图与雷欧进行空中对替 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场切磋之后 奥远用这么一段话 驾驭了莫比优斯 这波啊 属实是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 第七场表情包 奥特之旧 这张图的出处还是非常简单的 全剧中奥特之旧的高光场面 并不算太多 而这场表情包 正是出自欧布奥特曼的 第十八集中 这场表情包之所以能爆火 一来是奥特之旧 色川先生的名场面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 壮脸著名喜剧演员宋小宝 在这集中 色川先生以人类之躯 硬刚夏普雷先生 虽然全程都被按在地上摩擦 但色川先生并没有因此放弃 最终 色川先生将夏普雷先生 引诱到油罐附近 最后找准时机一发入魂 原作者的配文正是出自日球员梦中劲的台词 第八张表情包 愤怒的凤原 又是一个人尽皆知的名场面了 这张表情包出自刘奥特曼的第六集中 同时这一件还是吉普车名场面的出处 凤原之所以摆出一副愤怒的表情 正是因为团正开着吉普车撞自己 规矩凤原的演员 真夏龙老爷子的透露 当时的拍摄那辆吉普车十分老旧 刹车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如果突然刹车的话 车子不会停下 依然会下前滑行五六米 也就是说 真夏龙老爷子要是失误的话 刘奥特曼这部剧可能当场就要杀青了 剧中的真夏龙愤怒无敌的表情 也并不是因为演技好 而是因为他真的很愤怒 第九张表情包 副必的艾迪 又是一张在生活中能广泛运用到的表情包 出自艾迪奥特曼的第47集中 这一集的艾迪对上了紫外线怪兽格罗姆斯库 在战斗中 艾迪将自己的身体传成球状 借着高速旋转攻击怪兽 这原本只是一个非常平常的举动 但坏就坏在 给了这招一个一秒钟的特写 由于这个镜头采用模型拍摄的缘故 在这让艾迪本身的颜值比较意外 所以就导致整个画面都十分出现 而且画面中的艾迪是全着身子的 会有一种团成团自己滚出去的感觉 种种因素墙加 就导致了一张奥特表情包的诞生 好了 以上别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你还知道哪些奥特曼的搞怪表情包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刷起来吧 我们下期再见